大家好 黄胶、红胶、绿胶 预防湿溢症黄胶、红胶领先 一项采胶研究表明 预防改善湿溢症、艾摩兹、海摩症、胡皮素和木细草素 类黄酮显示出极腔效果 总量从高到低 依次为黄胶、红胶、橙胶、绿胶 红胶富含维生素E类胡萝卜素 维生素E是超强抗氧化剂 并且防止心脏动脉硬化 研究表明 红胶在四色青胶中含泪胡萝卜素最高 超强力的维生素C 黄胶夺冠 世界上绝大部分植物和动物 根据自身需求合成维生素C 然而 原类和人类 由于在进化过程中失去了 骨骼糖酸、内质氧化酶这个基因 所以无法自身合成维生素C 维生素C对人体至关重要 每天必须摄入 彩胶含有大量维生素C 是橙子的两倍多 吃一个彩胶就满足一天维生素C的需求了 保护肾脏 炒酸钙在肾内形成肾结石 彩胶青胶含炒酸量极低 不易形成炒酸钙 比如彩胶青胶草酸仅仅为同样重量的菠菜的4% 多数蔬菜都含有较多的钾 彩胶青胶含钾比较低 代谢钾是肾脏的负担 所以肾脏不好的人群 使用彩胶青胶 可以减轻肾脏负担 比如彩胶青胶甲的含量 仅为同样重量的西南花的40% 菠菜的70% 青胶彩胶农药残留量大是真的吗 一项研究表明 青胶彩胶会吸收大量的农药 对多种辣椒和彩胶青胶的取样表明 它们总共含101种农药残留 是蔬菜中农药含量极高的 其中最高的是菠菜 同等重量平均含农药量 是其他高农药残留的1.8倍 有可能的话 尽可能买有机的青胶彩胶 含农药最少的是牛油果 也就是鳄梨、酪梨 常吃青胶彩胶会中毒是真的吗 青胶彩胶属于茄克植物 茄克植物含有一种生物碱 大量食用是有害的 茄克英文字面意思 以为夜晚阴暗 许多人担忧茄克的有害性 但研究表明 我们常见的青胶、彩胶、茄子、西红柿、番茄、土豆 都是茄克含微量生物碱的植物 这几种蔬菜正常食用 不会中毒 彩胶生吃熟吃都非常可口 青胶彩胶还富含梅生素B6 烟酸、核黄素、铁等 保护心脏、修复DNA 参与药物分解、预防贫血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感谢观看 如果觉得内容还不错 请分享给其他可以受益的朋友 欢迎您订阅、点赞和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